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今天创破段新高 涨了将近百点 这波的盘势 精不精彩 我从1月7号 当它出现 导型反转缺口 我说这是一个 波段反转信号 我已经讲过了 这波盘是一个结构 至少会涨到2月份 既然这波的行情 是玩大的 我已经讲过了 任何的压回 站在买方 1月8号 回啊 买啊 上去之后回档 1月4号 不要怕跌 当年大盘盘中跌了8点 要会低接 包括这礼拜三 台股盘中跌了66点 我说越跌越要敢买 再不买你没有机会了 今天台股呢 不是大涨了92点吗 已经来到9980 创下波段新高的一个结构 所以这么强的多方性结构 你如果遇到利空 不要怕利空 那个利空是在 度让你承接了一个十几点 包括这礼拜三 美国不是要引渡 华为的公主孟晚舟 去美国审判吗 另一个消息 美国不是要片面取消 中国副总理刘鹤 网美的协商行程吗 这些利空让台股 礼拜三压回了66点 买啊 还是买啊 不买没低点了 今天台股大涨92点 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教老师的分析 当然是喜欢跟你讲在前面 你当然会印证在后面 礼拜三 我举例的两档股票 不管是华新科 融资续减照样低接 不管是国具 融资续减 礼拜三一样低接 关键性的一个时刻 对 华新科这边没有买的 这边没有买的 礼拜三一样要买 不买一样冲上去 国具也是如此 今天一样大涨来到波段高 所以这盘好不好操作 我讲了N遍了 既然是玩大的盘式 你要喜欢买跌 我就怕这个盘不压回 这盘任何的压回 我都告诉你要买 哪一次有例外 每次的低档 你跟我承接的 哪一次不是大收获 你看一下这档文贸 5G功力放大器的 我在礼拜特别告诉你 我去年度315卖掉的 礼拜来到126 插了189块钱的文贸 我首度接回 去年度的4月18号 文贸我卖在315 VCR你已经看过了吗 这个卖点当然够精彩 够水准 因为是相对的高点 你现在回过头一看 4月18号的315离家 那重点是 从315卖掉 经过了将近10个月 尤其这个回档过程当中 亲爱的老朋友 老同学 最支持我的会员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们 文贸可以随便承接 315卖掉的 我告诉你280买 250买吗 200买吗 100买吗 我有这样分析过吗 一次都没有 完全的风险避开 这是在股票市场上操作 非常大的一个难度 我说过了嘛 这个股票谁没赚过钱 赚多赚少而已嘛 那重点是 你有没有赔过大钱 你只要一次不留心 这种差200多块钱的一个风险 你没办法避开 你就很难翻身了 竟然是可以让你 借重一个价值所在 就是一档股票 回档修正的危机 我可以带你完全避开 那礼拜一呢 那个发动转折的 波段买点 我带你接回 够不够水准 去年度315 是我带会员卖的 直到这礼拜一嘛 将近10个月 首度接回 126 卖在315的 是不是差了189块钱 整理三个月 三个月是长时间的波动 所以我说这次文贸 它是会涨 涨真的 它是大波段的操作 我讲了几天 讲了几遍了 而且出现攻击量了嘛 所以礼拜一文贸 126附近 开始接回 礼拜一没有买的 礼拜二再给你一次机会 趁跌 134.5再买 再低接 低接完之后盘中拉高 139.5 礼拜三 大盘跌了18点 它红的 收在138.5 我说连续三天比大盘强 它就是强势集合股 这也是你要选股的一个逻辑跟方向 千万不要去摊平那些弱势股 你只会越摊越平 你把你资金卡在那些弱势股身上 财户会离你越来越远了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这张文贸 礼拜三 我怎么跟你分析的 我说它融资 创下新低水位 筹码很漂亮 我礼拜三有没有告诉你 文贸肯定 它还会大涨 对当天精彩的分析 我们请打播 播一下精彩的VCR 今天大盘跌 它红啊 为什么文贸可以那么强 因为融资再低水位 筹码相当漂亮 像这种股票 它当然还会大涨 给你很肯定的答案 礼拜三 我们告诉你 像文贸这种股票 它肯定还会大涨 这我礼拜三 提供给你的筹码面的分析 今天文贸 有没有我的预测 不仅大涨啊 百分之中亮灯 亮灯 再创破断新高 所以你看到文贸 从我礼拜接回之后 到今天为止 每天都是红街棒 你不觉得买到这种股票 每天都在赚的感觉吗 没有浪费到你的资金内 是不是 短短五个交易日 已经涨了24%了 这个行情 你认为好不好操作 台湾市的架构 就是大涨小回 一涨蓝蝶 讲了好几遍 我一再告诉你 清老师不喜欢信口开合 我也不喜欢跟你画大饼 我就是论事 对未来行情怎么走 先讲给你听啊 所以你要懂得文箱下嘛 所以整个文贸 奇不精彩啊 从礼拜一 126首度接回 对礼拜二告诉你 134.5还是可以低接 礼拜三 大盘跌48点 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再度的一个 做加码动作 我门你啊 知道一档股票 还会大涨 礼拜三 你还没有机会做动作 筹码很漂亮 融资在地水流的文贸啊 所以 我的一个买进的时机点 通常是在一档股票 还没有涨停板以前 就先带领会 先买好 先加码好嘛 清老师 是有人力帮会 赚涨停 赚波段的分析师啊 文贸 他只会涨24%吗 未来波段利润 该如何掌握的 你有意愿的 赶快加入 清老师的会员行列 你越晚参加 那机会离你越来越远啊 越早参加 你多赚一天啊 我已经讲过了嘛 过年期间 加入我行列的 3月1号 才开始起算会期 过年之前的会期算我的啊 对 连2月份的会期也算我的 还不好好把握 那我真的爱莫能助啊 另外一档功率放大器的全新 12月5号 告诉你是个晚行底 筹码很稳啊 62开始买 买完之后冲高回档 接近支撑呢 59.4还可以买 1月11号告诉你 全新开始整理 你给他整理个几天啊 整理完之后 他还会再涨 礼拜三啊 我说告诉你 全新一样是5G功率放大器的 因为他筹码还是很漂亮啊 既然整理完还会再涨 礼拜三的全新 64.1还是买 10.06分啊 全新64.1买啊 当然价位在64啊 你去对价 知道一档股票 还会再涨 62没有买的 64块钱附近还是买 今天全新 有没有大涨 然后67.4 盘中上涨4.2% 所以你看到 我们的操作态度相当积极 尤其行进会员 我知道最低点 可能不是你们买的 这位置嘛 9319当时候 不是会员行列的 没关系嘛 任何的压回有低点 我不是告诉你 站在买方吗 这档红捷科也是如此 12月25号 晚行底啊 现买现赚嘛 攻击量已经出来了啊 对当时候40.85嘛 上去之后回档 这礼拜三 一样 告诉你整理完还会再涨 那既然整理完还会再涨 这边低档 当然可以买啊 今天红捷科 也会上涨将近4% 所以这些个股 所带给你的 是往上波动过程当中 建老师负责带你低阶 所创造出来一个 丰硕的成果嘛 这三档股票 都是5G功率放大器的 当然每一个等级买档啊 文帽 尊荣会员的 全新特别会员的 红捷科 普通会员的持股啊 会员为什么要分等级 我给你们持股是不一样的嘛 投资组合 该如何达到一个最好的投资效益 交给庆龙老师 我帮你操刀 你可以省去很多的烦恼 包括选股的方向 包括一档个股的买卖点 今天环球星亮灯了 亮灯了 290耶 这边低档区 你有没有买 任何一天 从上礼拜到昨天 你都可以买得很安心 就怕你没有出手而已啊 这档环球星 我如何像文贸一样 赚取上涨那个过程利润 如何避开下跌段的风险 老同学 老朋友 亲爱的会员 10月28号 环球星从206买的354卖 创造209块钱的一个迹象 利润超过一倍啊 10月28号带你卖在354 354卖完之后 上去之后回档 12月19号 告诉你我320卖 这小赚一波而已啊 因为量不够融资 没有递减啊筹码有点混乱嘛 所以12月19号320再度提醒你要卖 那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转折卖点 12月19号你家 320嘛 要卖哦 不卖打到 238 差了将近80块钱啊 这不是风险的避开吗 当时卖在这边 这边是风险的避开吗 是不是 做股票 不要想说 一定要赚到多少利润 你的一个选股方向 或是一个操盘节奏 你要想的是 如何将你的风险控制在最低 最好是零风险 如果你没趟的操作 可以激进零风险 你的财富才有机会 持赢保财嘛 大赚小赔不是梦 跟对人一定办得到 所以环球金 真的是很精彩啊 上次354带你卖 卖完之后 这边风险避开嘛 320再带你卖一趟 这边风险80块钱避开嘛 1月7号那个礼拜 环球金告诉你 台上要会卖 因为那个礼拜见高点 我在1月9号 告诉新会员 你们有环球金的 因为压力到了 285卖 因为我1月7号就跟你预告 那个礼拜会见高点吗 所以1月9号 你家 或是1月10号 1月11号 是不是见到高点 所以不管是 1月9号的285 还是1月10号的292 或是1月11号的299.5 你都要卖啊 因为见到高点啊 是不是 所以呢 至少285以上 我告诉你要减码要卖出 否则 上礼拜来到264.5啊 上礼拜来到259.5啊 你所看到的是 这个风险再度的避开吗 那上礼拜五 我是不是把强硕做结尾 结尾在51 那上礼拜的环球金 我为什么告诉你要准备好 亲爱的同朋友 我的邀请函再度的送出去 我不晓得你有沒有接收到 如果你没有接收到 我请导播播一下 当天环球金 精彩的VCR 今天环球金呢 259.5啊 来到波段低点了 来到波段低点了 你想跟我操作高价股的 不管是翔硕还是环球金 请你准备好 请你准备好 当我出手那个瞬间 通常都是一个不错的波段的买点 你想要操作高价股的 不管是环球金还是翔硕 准备好 你要stand by啊 否则你怎么知道 我什么时候带你买 是不是 所以当天的环球金呢 你有沒有准备好 你又准备好 当天10点59分 你就收到这一通口讯 环球金来到1月7号的缺口支撑 263附近买进买回 当时交易在26.5 你去对时对价 263保证定成交 因为来到1月7号的缺口支撑 1月7号的缺口支撑 就这一道 你有沒有看到 很精彩吧 1月18号你看 我分析完之后 买完之后 这礼拜的环球金 就守住这个缺口支撑 既然是支撑就不会跌破 是不是如此 所以重不重要 1月18号的环球金 来到缺口较支撑 263附近买进买回 这个低阶的位置 给你机会好几天 从1月18号 以及这礼拜一到礼拜四 多在这个支撑 对多在263附近 很好买 买了之后 今天亮灯 290 大涨26块钱 一张2万6 漂不漂亮 所以刚才的VCR 你所见证到的是 环球金 这次只要我出手 接违 就有可能是波段的操作 就如同文帽的一个架构 这礼拜一开始做接违 等了将近10个月 这个等待有没有价值 我不会跟你吹嘘 说我买在最低点 买在最低点有何用呢 买在最低点 这边你赚得到 这边赚得到吗 你可以报到现在吗 既然是一个解盘风格 实事求是 诚信实在是我坚持跟原则 你所看到的是一档股票 我如何赚涨停 赚波段真实的操作 因为我拿出会的口信 来跟你对价 而且我节目的内容 所给予的预告性 相当值得你参考跟节奏 是不是 所以环球金 你有没有准备好 1月18号你如果准备好 263大概有一个礼拜位置 让你买 今天亮灯涨停 翔硕 1月14号 形态突破 512买 连涨三天 短波段的转折到了 1月16号短卖一趟嘛 所以压回再接压 从512到560 这样一买一卖48块钱 落袋一趟 560卖掉之后 有没有看到 1月18号跟环球金同一天 你想操作高价股的 请跟上来 翔硕 当天有止跌迹象 541接回 有没有参加成交 很精彩吧 当天是10点半左右 发给汇人讯息50亿 当时候是在 543位置附近 10点半 那你看我盯盘盯得多紧 经过了 将近 两个半钟头 1.02分 股价是不是在51 是不是参加成交 所以 那么辛苦的盯盘 所要带给的 会员的是一个 比较务实的操作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 辛苦的过程 所得到了 真的是会员的支持 因为今天真的 感谢很多会员的支持 最近很多会员在提前 续约跟升级的一个 这样的活动 希望投票 对未来行情 你还不想如何操作的 请你务必跟上 庆隆老师的脚步 因为这个盘不简单 不困难啦 讲的太怪了 不困难 蛮简单的啦 所以整个一个强硕 1月18号541 做接回的动作嘛 你高档560有卖嘛 差了将近20块钱啊 541做接回 接回之后 这礼拜三 来到575嘛 昨天那个强硕 盘中是不是亮灯 亮灯涨停嘛 那我在12点57分告诉会员 强硕创高 但涨停有打开 620以上就停力卖出 经过7分钟 股价在625 你去对价 620一定卖得掉 这我昨天看到强硕 涨停打开嘛 告诉会员停力的一个动作 卖在620 从51 到620 这样一买一卖 79块钱啊 79块钱加第一趟的操作 48嘛 加起来是127块钱 同一档股票 你买一张就好了 所累积的报酬率 是12万7千啊 如果你有能力买10张呢 可以创造出多少利润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啊 所以整个强硕 我这是 预期的停力点就是620 你看今天强硕 最高就是621啊 也是在620附近啊 一样有620的位置可以卖 如果你没跟着卖 今天 589耶 差了 讲几三四十块钱耶 所以倩老师是为代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整个一个操作面 一档股票 从这边 开始操作的 两趟 累积的报酬率 就是127块钱 买一张 就好了 12万7千耶 这是倩老师 帮会员 创造出来一个红包行情啊 所以呢 真的很感谢 很多会员的支持 最近他们都在提前训愿跟升级 那我可以回馈给会员的 就是把我的绩效做好 一张一金 乘一刀 是我对待会员的态度 所以电视机的观众 过年之前 你要如何成为 倩老师的行列 的一个家族会员 我希望这个红包三重送 你赶快来抢 因为最近 公司会算一下 这几天 招收会员人数 如果一旦符合公司的一个要求 符合公司的一个需求 这个红包三重送的一个专案 过年前马上就会结案 也就是说 等到过完年之后 就没有所谓的 现金红包带 公司跟我个人的 这两个是现金红包带 也没有所谓会期 从3月1号开始起算 所以如果你想要 掌握原意相应 红包之音行情的 你的机会就是 凡是过年前 加入青龙老师行列的 会期 就是从3月1号开始起算 当你过完年之后 不见得是如此的 你自己要好好把握一下 就一样 再回到节目里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城主部蔡老师 2019迎金珠 红包三重送 送您两万大红包 会期再从3月起算 超线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间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城主部蔡老师 2019迎金珠 红包三重送 送您两万大红包 会期再从3月起算 踩踩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音并 千里 因什么 每一切都能力 蓋玉 也无事 不见 至于 鞋子 所以 我們都很開心 我就參加政府基盤的活動這麼出味 卡伊族六六 豆教館專員會來賓國 如果真親切 他們的照顧也讓人很感激 你看 政府對老人的負負很多傳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這一檔華新科從1月4號 我說有承接買盤 開始逢低承接在139 低接完之後大漲 漲停板之後開始回檔 跌了3塊錢 我說本益比4倍的華新科 還是很便宜 技術型態告訴你 導型反轉缺口 會有破斷走勢的華新科 當天155還在低接 上禮拜五抱著 因為融資再減少 抱波段不是那麼簡單 要有人陪你走下去 所以當這禮拜三 又回檔三天了 融資一樣續減 我說華新科一樣低接 看到一檔股票會漲 你看禮拜三的華新科 163我還在買 當天收166 今天華新科呢 有沒有大漲 然後176.5 漲了40塊錢 將近38的華新科 我告訴你這檔股票 你可以抱著過年 國劇也是如此啊 禮拜三的分析 一樣很精彩吧 融資續減的一個國劇 314.5還在買 今天國劇呢 來到331.5 再創波段新高 像這種股票 你都可以報股過年 未來的紅包經濟行情 還不曉得我掌握的 再度的提醒電視機的觀眾 這幾天很關鍵 一旦清安老師 遭受會員的人數 達到公司的一個要求 這個紅包三重送的專欄 過年前它就會自動監案 你現在加入行業 正是時候 明天見 本集公司因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分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Youtube 運通財經台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有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歷經多次萬點與空投 積極拜訪公司 透視基本面 代理會員領先補局 透析大盤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景動築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待盡保證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計較 靈活攻守 正能追求財富路上的良師益友 蔡老師入會再現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